广西作为六七学校就职所在地 与老挝的传统友谊深厚 近年来广西与老挝在经贸 投资人文及扶贫减贫 一楼卫生等领域 开展了很多周路成效的合作 取得了很多丰硕的成果 给双方的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增进了双方人民的福祉 那么我们与老挝老中合作委员会 联合召开这次合作研讨会 就是想通过这次活动为契机 在后疫情时代进一步探索双方合作的重点方向和领域 探讨合作的新的方式和有效的路径 确定双方今后重点合作的方向 特别是在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 你可以借助中劳铁路的通车为契机 实现与这个西部路海新通道计划的有机衔接 进一步夯实双方在人文 特别是扶贫减贫领域已有的合作成果 通过更多实实在在的这样的一些合作的项目 使双方的民众从中受益 为服务中老民运共同体的建设 提供更多的广西贡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